好 彰化有名陳姓男子 有過多次的公共危險前科 去年四月竊盜罪被警方送辦 沒有想到他因此心聲不滿 是跑到派出所放鞭炮恐嚇遠景 而同年八月再以類似的手法 到另外一間派出所放鞭炮姿勢 誇張行為 最終被判處十一個月的 有期徒刑 陳姓男子騎乘偷來的電動車 畫面全被檢視器拍下 扔傷拒貨被警方逮捕 沒想到他卻心聲不滿 時隔一天跑到派出所 點燃鞭炮往裡頭丟 不顧當時還有三名員警正在辦公 但誇張行徑不止這一樁 同年八月陳姓犯嫌又前往園林湧進分住所 以類似手法點燃鞭炮丟向執勤台恐嚇遠景 脫序刑禁加上他曾有多項公共危險罪前科 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 陳姓男子偷竊在先被逮後還不知悔改 太歲爺上也敢動土 衝動行為恐怕讓自己再度入肩 記者文斐林峰林宏集 狀況報導 李宗優主otte 判決 i努upun bil嫌 李宗盈 李宗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